為了跟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幾天呢 持續有一些對流性的雲系 不斷的移進來 當然中部移北呢 在週末的時候可能水氣比較多 稍不穩定 那禮拜一有個短暫的空檔 但是要注意下週二三有一波 結構更完整 更全面的封面接近 可能會降雨會明顯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呢 各位有沒有看一波一波的封面移進來 這個移進又移出 移進又移出 不斷的在發展 所以這幾天請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呢雨呢沒有很大 但是主於這個地形 或移封面的一個降雨 各位可以看一下未來的發展 其實這邊的水氣都一直很多 整個南方這邊呢 不斷的有水氣移入 所以在整個中國南方很不穩定 像這個就是有一點 對流雲系會發展 不斷的東移 目前來看的話 到下禮拜三之前 都沒有一個緩和的跡象 那各位可以看 其實預期呢 明天也是如此啦 東北風 還是有一些水氣 當然有一點空檔 其實有時候有一點空檔 有時候會 琴時都有陣雨 請大家好好把握 但是空檔呢 不會超過太久 就一天 但一天一個節奏 你看下禮拜二三呢 有一波比較 結構比較完整的封面會通過 所以再度轉為有陣雨的天氣 請大家稍微留意了 那接下來呢 禮拜三下半天 到禮拜四就會慢慢的緩和 目前來看的話是如此 但是接下來呢 還是有一些系統在發展 所以呢 在春天的當中 真的好天氣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珍惜 真的要珍惜 那禮拜五你看 現在下禮拜五 可能又有點小變化了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那溫度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大致上呢 就是涼涼的啦 但是有時候回溫 北部呢 已經回溫到25 26 27度了 還不錯 那早晚的低溫 還是比較低 是89度 慢慢的回溫當中 那沒有像那麼的低了 那南部呢 就相對的舒服很多 24到28 9度 相對的還蠻舒服的 那降雨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這個 呃 我們這時候預報降雨呢 老實說對氣象人員 壓力蠻大的 這個只能是講說 一個大致上的一個趨勢 北東贏封面 這猶豫跑不掉的 然後禮拜天呢 可能是屬於零星比較散亂的 其實南部也有降雨的機會哦 然後禮拜一 晚上到禮拜二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雨 請大家留意 全台都有機會會降雨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後續的一個變化 那今天晚上呢 各地天氣大概呢 南部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當然北部呢 降雨的機會比較多 22到25度 禮拜天呢 有一點這個 還是一樣偶振雨啦 降雨面積可能會多一點點 就是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也不是說整天都下雨 但是其實早晚 可能有一段時間會偶振雨 請大家注意一下 每個地方不一樣哦 北部東半部 吟風邊可能會持續的降雨 那整個西半部呢 就是相對的就輕一 雲 但移過來就下雨一下 又移出去又放晴 又一不斷的就間接性的一個鎮雨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哦 這樣的天氣呢 其實相對之下 這個變化蠻多的哦 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比較不穩定 對流行的營運氣不斷的移入 預計呢 下禮拜二三還有一波 所以請大家要留意一下 後續的動態 要是有一點好天氣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以上是今天的Way to go 我們明天見